我完成我的夢想 參與奧運了 給自己掌聲 應該是要給國手們掌聲吧 然後為什麼我會想看奧運呢 是因為我小時候最愛的漫畫就是奧運高手 裡面的藤潛進 這是我這輩子最愛的漫畫 加上上一次的東京奧運呢 也讓我成為一個愛看體育的人 我從上次東京奧運之後 我就不停地續約愛爾達直到現在直到今天 這次的奧運呢 我是也順便去歐洲國家旅遊 然後呢但是今天重點呢 不在我的旅遊 我覺得旅遊任何地方都會有 就任何人都會去 但是我覺得奧運現場真的太難得 所以我打算用我自己 親身那種平民老百姓的心情 來告訴大家奧運現場是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我其實在賽前呢 買了兩場的門票 就是羽球女單男單四強 然後以及羽球女單的決賽 那時候為什麼會買呢 因為我深深可以期待看到戴姿營 雖然我們知道後來的結果 他其實是在小組賽 就跟Eason龍對戰沒有晉級嘛 可是我本身就已經追羽球很久了 所以其實我可以看到現場 這些頂尖的選手 我都是非常期待的 在巴黎的時候我狂買狂刷票 我刷到了羽球男雙金牌戰的決賽的門票 然後之後我還看了角力啊 以及桌球男團八強以及體操 在體操其實我只是在門外看 我只是在那個館場門外看 我就是買不到 我還不想先聊比賽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奧運的現場非常多工作人員 超熱氣超可愛 然後全部的人為了最高的頂級運動賽事 然後一種熱情一種奔放的展現 然後所有的工作人員都非常的 就那個熱情是可以被感受到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非常熱情的人 雖然那些工作人員 我真的只是片面之緣 但是我愛你們 我現在想到你們 我都希望你們可以未來很多的時刻 都是平安幸福快樂的 我其實在歐洲旅遊嘛 我在各個國家的時候就狂看比賽 那其實在義大利威尼斯的路邊 我就在看戴姿穎對於Eason龍的比賽 那時候是小組賽 我們印象中的戴拉對戰是很激烈 是來自於東京奧運 可是這幾年老師講 Eason龍的狀態其實是比較不穩定的 小戴其實比較有大機率 是會拿下來的 可是最後小戴的傷勢完全沒好 我們也看到結果 他其實也是很難過 其實這就是運動競技 不到最後一刻 不會有一定的結果 那一定要 提前淘汰的話 止步於小拉也許是一個很美的結果 那 啊好想哭 對 然後不管如何祝福小戴 祝福任何優秀的體育選手們 在我到巴黎之前還有經歷一場賽事 就是 林陽八強賽的時候 那時候 我在德國慕尼黑吧 我都在線上追球賽 我的旅遊已經是 荒唐到一個不知道在去哪的狀態 然後呢 當時候確定打 打進四強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買決賽 金牌戰的門票 因為金牌戰那天也是會包含 銅牌戰 所以不管怎樣 林陽在四強 輸了或贏了 我都可以在那天看到他 所以我告訴自己一定要買到 所以我就在半夜 我記得我狂刷喔 我狂刷差不多兩三個小時的票 就是那種resale的票 奧運官方resale的票 我終於刷到大概三百多歐 大概台幣看多少錢 一塊一萬還一萬左右 然後我的朋友也說 天哪三百多你瘋啦 因為其實很多場次 是可以買到七十或一百的 但是熱門的場次呢 真的是很難 那個場次就是非常的熱門 我就不過一切刷下去 當我刷下去之後呢 很多的網友呢 也是問我要不要應援 於是我在慕尼黑 我真的只有一兩小時的空檔 我就狂找文具店 買了簡單的材料 然後來做應援 那因為這些材料呢 我之後搶到的桌球男團比賽 讓我也可以繼續應援 林陽的那場決賽之前呢 我巴黎朋友就有告訴我說 台灣人會在外面一起拍照 然後我們就有這樣的場面 看看 雷洋 加油 雷洋 加油 雷洋 加油 加油 他其實是來自一個online的群組 現場很多去看奧運的台灣人 然後一起一個一個拉一個一個一個 然後進到這個群組裡面 很多人提到林陽奪金牌的時候 放國旗歌很多人大唱 是一個很感動的事 我是真的真的很努力大唱 剛剛講的那個200多人的群組 其實有提前放國旗歌歌詞 要告訴我們說如果奪金的話 我們大家要一起唱 那個群組真的是大家互相幫忙 那我相信很多的台灣的觀眾朋友 也有注意到 轉播前面有非常多的台灣應援被收走 被搶走的故事 我自己也在安檢的時候被困很久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應援上面是寫林陽 然後抽劍換一個金牌嘛 因為其實外國人他也看不到中文 他也在確定這個應援有沒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然後其實旁邊剛好就遇到另一個 剛過安檢的粉絲 然後粉絲就跟我打招呼 結果呢他就想要幫我 因為他是住在巴黎 他比較能夠理解這些什麼語言啊 什麼英文啊 什麼法文之類 他就過來想幫我 結果他的朋友過來幫我之後呢 反而更被深入的檢查 那我的那個粉絲一直說 你趕快先進去 你不能趕快先進去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他後續的狀態是如何 我希望他都好好的呢 也真心謝謝在奧運場上 或我在國外的時候任何幫助我 跟對我很友善的朋友們 南雙羽球金牌賽呢 當天有擋銅牌賽嘛 是馬來西亞隊丹麥的選手 我旁邊剛好坐著一個丹麥的老伯伯 結果呢我旁邊的丹麥老伯伯呢 他幾乎沒有聲音下爛 他就一直瘋狂的拿衛生紙塞他的幼兒 然後呢不管怎樣遮呢 他都覺得好像就是沒有辦法抵擋住 耳朵抵擋住我的尖叫聲 然後我一直跟他 say sorry 我就是 I'm sorry about your ears 但是呢那個丹麥老伯伯呢 就說沒關係 That's okay You should enjoy 他叫我好好享受 然後叫我好好享受的時候 邊爭出他的幼兒這樣子 然後其實他也常常跟我一起喊 台灣No.1 台灣No.1 但我在喊靈養的時候 他就沒有喊 因為他應該也不知道我靈養到底是什麼 他必須不懂得中文啊 總之不管如何 靈養你真的很神 連續兩屆羽球男雙金牌 這個頂到不行的成就 終於可以塞住那些每天唱衰人的酸民們的嘴巴 你們真的是也夠了吧 你們是運動員嗎 你們到底有幾兩種啊 哈 在男雙得金牌之後呢 我在場外看到一個應援是戴志穎的 當下超想哭 我就直接說 我可以拿著這個應援嗎 然後我就拿著這個應援 然後大喊說 戴志穎你很棒 我們常常會聚焦在得獎的選手身上 可是台灣其實有非常多的好的選手 雖然他們沒有得獎 跟他們都整隻的掌聲鼓勵 這次奧運有很多很可愛好棒的故事 都讓人家覺得很窩心 像女丹四強的時候 馬鈴對上和冰嬌 她是一路領先的狀態下受傷 那如果有在關注羽球的人都會知道馬鈴 其實是受過大傷又回到場上的 那同時她也是2016年里約奧運的女蛋冠軍 女蛋金牌 雖然啦 很多人對她的打球呈現的狀態 跟球 球品 沒有那麼欣賞 可是其實她在受大傷之後 回到場上那種運動精神 絕對是值得嘉許的 而且呢其實這次呢 她跟橫臂交對戰 不小心受傷的時候 之後她又硬式上場 想要繼續努力 然後上場接了兩球 她確定無法比賽的時候 她直接跪地 然後痛哭 全場真的真的非常的心疼 然後當下我也希望很多的粉絲敲我說 他們雖然真的很不喜歡馬鈴 但是很希望她可以平安度過這一次的上 所以和賓交就因此晉級的金牌戰 她最後得到了銀牌 那她在頒獎台的時候 她就帶上了馬鈴國旗的徽章 我想這就是佼佼的柔軟與溫暖 其實這次我除了去看羽球之外呢 我還有看了非常多不同的場館 角力的場館我覺得非常的棒 她就在巴黎鐵塔旁邊 也不能說巴黎鐵塔旁邊 就是看得到巴黎鐵塔 然後桌球的氣勢呢 桌球場館的氣勢非常非常的磅礡 你知道他們會看角力嗎 是因為我原本最後一天 角力是我的巴黎最後一天的行程 我巴黎最後一天 我原本要是要去看個景點 因為我想說來巴黎都很久沒去看那些風景 或是景點等等的 然後巴黎的朋友都跟我講說 拜託 你隨便選一場比賽去看 雖然沒有台灣人 但沒關係你就去看 因為巴黎奧運只有一次 凡爾賽功 她會一直都在 所以呢我就決定好那我就來買 那於是呢我就買了角力 那一方面也是覺得 哇角力的選手應該很好看 就純粹是以那種外貌的感覺 然後呢喔天哪我的媽喔 我真的要說角力的選手們呢 真的是好看但不行 你知道每看一場比賽呢 我幾乎做的事情就是 立刻FollowIG 哈哈哈哈 不是因為也太好看了吧 除了在看他們的 講好的外貌之外呢 他們的對戰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因為其中我記得我看到一個 好像幾乎是40歲大叔吧 在對戰一個很厲害的 人人 人 人 就是她真的奮鬥不懈的精神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我還有印象很深刻 是我在看角力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自己一個人喔',感覺就是她自己一個人 她替她的國家的人加油 當時我覺得這畫面真的好美 她的加油 讓我覺得很感動 我就把她在背後這樣拍拍拍拍拍了 拍影片 然後就結束跟她說 我想把這段share給你 想要給你們怎麼喜歡 這樣 我要在Up Body On U最後一場比賽 就是桌球男團 那我可以到場支持他們 加油 我覺得很快樂 我非常愛你們 莊智淵 小林 高承睿 我覺得喔 我最後可能有被教練比了一下 啊這上面也沒關係 但我覺得就是有 我覺得很開心可以替你們應援 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不是說我最愛就是奧運高手嗎 奧運高手他裡面就是在玩體操的 然後裡面的藤簡俊男主角 他就是在單槓上面的表現非常非常的棒 我想到他就會想哭 我想到奧運我就會想到體操 可是我真的好想看唐江紅的線上我完全完全買不到 反正我就是沒有 然後但是我覺得我不想放棄 我還是要想要到場館外 去看有沒有任何人在sale票 或者是任何的可能 沒有人在賣了 但是我就直接走向檢查票口的地方說 我沒有票 有沒有任何的chance 有沒有任何的機會 去讓我可以買到票 我完全進不去唐家鴻的 奧運的票 我跟現場人員說我沒有票 然後他們就帶我去賣票櫃台 然後賣票櫃台說 這真的沒有票 完全沒票 I'm sorry 然後我只能在場外 然後於是我就在場外替唐家鴻加油 決賽的時候他是吊槓的 可是他又重新再做了一次很完美的動作 所以我才真的可以讓他贏下同牌 超神的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阿俊 你有翅膀 Like a bird 而且你跟教練創造的精神是 讓我們所有看的人都覺得很值得尊敬 非常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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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這一屆沒能參與奧運的李志凱也是我愛你們 最後結尾我還是想說一下 其實雖然我們一直為台灣的選手加油 其實這真的是超級無敵 霹靂棒的 沒有錯 台灣選手超棒 可是其實真的在國際上 很多的運動選手 體育選手也超級棒 你們都很值得令人敬佩 這次在郭信淳的舉重得到銅牌之後呢 鷹牌也過去 加上大選手也過去擁抱 郭信淳那畫面也好美 以及還有玉婷 那時候我已經回台灣了 然後我在半夜的時候 因為她在半夜大概四點 我已經睡著了 然後其實在半夜的時候 我竟然夢見一個夢就是 玉婷奪金牌 真的到我起床八點的時候 我看到訊息消息的時候 OMG 再一個金牌 玉婷謝謝你 謝謝你的堅持 謝謝你的努力不懈 雖然這段時間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對話 不平等的待遇 可是我們都撐過了 其實也不是我們啦 就是你撐過了 你跟你的團隊撐過了 我們覺得欲有榮焉這樣子 還是要謝謝愛爾達 謝謝愛爾達 沒有什麼話好說 謝謝愛爾達 因為要得到轉播權 要付轉播機那些東西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是一個很龐大的金額 謝謝愛爾達 每次都有 那麼多精彩的賽事可以在你們的平台上看到 我覺得很感動 我會一直繼續訂閱下去的 因為我平常就很愛看比賽 也謝謝你們的轉播 讓我更懂得運動精神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不要等到四年 才一次替他們加油 平時就多多關注這些台灣的體育選手 他們如果在國際上有什麼樣的奮戰呢 大家都可以互相的交流 我們一起替他們搖旗吶喊好不好 Aha Au altij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